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出台了哪些法规政策 有力加强了退役军人权益保障 第二个问题是 社会普遍关注的退役军人保障法 什么时候能够提醒全国人大审议 退役军人事务部 是去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 全新策建的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系统数据的指示要求 当务之急是建立科学高校的组织管理体系 工作运行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 在这三个体系当中 政策法规体系又是另外两个体系的规范和保障 所以建不一时我们就把法规建设 作为向重要工作来抓 一方面方言未来 作严长远进行顶层设计 着手起草退役军人保障法 以确定退役军人工作的思量把注 另一方面 立足当前紧盯目前参考的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 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具体政策 先后围绕退役军人接受安置 有待扶序 就业创业和关心关爱等方面 出台了12个政策法规性文件 这些文件出台以后呢 我们都召开了记者法部会和新闻通讯会 进行了解读 感谢媒体的朋友们呢 也给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所以具体的我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意介绍了 今年我们将着手制定11个法规和17个政策性文件 当然这当中的重头戏是退役军人保障法 和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 这两个法规呢 从去年4月份开始 调研论证 起草文稿 反复征求中央国家机关 省市 当委政府 业务部门和军队 有关方面的意见 目前各方面基本上打成一致 正在按程序报批 如果进展顺利 今年下半年 可以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 另外于退役军人保障法想配套的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 军人复习有待条例 劣势保养条例 也在制定和修订当中 计划是今年完成 如果这些法规处选以后 就能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 退役军人政策法规体系 能够更好地维护 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好 继续提问 我兑现诺言给你 谢谢主持人 孙部长好 我是湖北日报记者 我平时因为是从事 退役军人事务报道多年 所以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报道中 我们发现 感觉到我们国家的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 还存在着不少薄弱的环节 请问您如何看待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想请您能否介绍一下 我国退役军人事务 保障体系建设的有关情况 谢谢 退役军人保障体系 从广义上来讲 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我们俗称三家马车 一是政府机关 也就是退役军人事务部 厅局 二是事业单位 包括正在组建的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和院友的 退役军官培训中心 邮福医院 光荣院 军修所 军工站等等 三是社会力量 也就是包括各70业单位 其中团体和志愿者等 这三家马车呢 只有七头并进 退役军人工作 才能做好 目前 退役军人保障体系 正在组建 还不完善 确实参加了很多 剥弱环节 三是一个省市区的 退役军人厅局 已经挂牌成立 市县两级正在组建 到三元底 才能完成 愿有的事业单位 正在和已经完成了转立 就是由人事部门和美政部门 转立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已经挂牌成立 省以下各级 正在积极地组建 要今年五月份 才能完成 东亚社会力量 为退役军人服务的政策措施 正在研究 将陆续出台 组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也是观察中央的角色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要求从中央到村六级都要建立 省市县建立服务中心 相参一两级建立服务站 要求全覆盖 并要求做到有机构 有编制 有人员 有场所 有经费 有保障 做到这五有 整个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起来以后 可以为广大退役军人 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好 谢谢大家 好 感谢省部长 好 谢谢省部长